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您有没有和我一样的困惑 那就是每一年到了一些特定的时候 我们依然会被一些特定的疾病所困扰 过敏症或者流行感冒都有可能成为您一家大小共同的威胁 那么在这样的时候 我们究竟应该吃什么又怎样吃 才能最大限度又最天然的来保证全家人的身体健康呢 今天在节目当中特别为您邀请到了一位重量级的来宾 他是美食界备受剩余的世界级大使 他所主持的美食节目 在全美以及世界其他地区50多个国家 多年以来长胜不衰 而最重要的是 他不但是在厨房当中回洒自如 他更是对于食物的本身有着深刻的见解 他是加州大学Davidson分校食品科学硕士学位 并且拥有Johnson Wells等多所著名大学 所颁发的美食博士的殊荣 你们就让我们来请出传奇美食大师Chef Martin Yen 你好 阿们你好 欢迎 吃得健康 身体才能健康 并从口气 要善同源 是 所以今天真的是有请 很幸运 谢谢 所以我们也看到 马云今天准备了很多很美味的食物 又很香 又很漂亮的食物 是 所以这都是准备 今天我们可以来请教马云的地方 对不对 基本上我在家里很多时候都做这几个菜 早餐我们一定要吃这个果汁 是 很多不同的符合梅的 那个奶酪的蔬菜果汁 还有那个娱乐 奶酪 奶酪豆也很重要 很多很多不同的 还有那个清炖的鸡汤 鸡汤 那个肉粥 幼珠 幼粥 鲜耀 枸杞 鸡 粥 还有那个甜品 这个都是健康又容易在家里做的 是 所以看是早午餐 三餐全包 而且是全家老幼全都可以吃的东西 因为我们经常就知道 我们很多人是因为工作的问题 不重视 早餐 午餐 晚餐要很小心 早餐应该吃得很丰富 很有营养 吃得一定要很充实 因为我们整天 整个晚上烧化了 所以早餐我们一定要补充 所以一定要牛奶也好 那个豆奶也好 那个杏仁奶也好 一定要吃个鸡蛋 吃面包 不是普通的面包 最好就是那个brown toast那种 是全麦的面包 全麦面包 面包 鸡蛋 牛奶 是最重要的 所以一定要吃够 最终要找上这个健康的果葬 真的是翡翠果汁 绿绿的颜色 所以里面是有各种各样的蔬果 营养全都三倍全了 因为你知道我们人体 吸收很多不同的营养 所以不能够说 我喜欢菠萝 拼命去吃菠萝 因为喜欢香蕉 拼命去吃香蕉 这里什么都有 菠萝、香蕉、南莓、黑莓、奇遇果 奇遇果、芹菜 还有阿波卡豆 阿波卡豆、牛肉果 还有最重要就是那个 Kale Kale就是玉衣甘蓝 哇 我不认为他们做这麽好听的蔬菜 蔬菜很难看的蔬菜 但是那个名字特别的好听 是 所以基本上每天你一定要喝这个 我早上每天喝一大杯 是 所以这个早上喝果汁的习惯 其实是东方人 我们东方人或者是亚洲人 其实不是非常的有这个习惯 是不是 有时候我们去台湾、去香港、去广州 很多很多地方 澳门 很多地方小店旁边就有果汁 但是果汁比这个没有这么营养 因为你只是喝那个水果、蔬菜汁的话 比如纤维就没了 没错 所以一定要我们都全部打进去 所以纤维、维生素全部在这里 一点损失都没有 是真的是全食物的吃饱 还有就是我们要做的菜 要家里的男女老幼都要可以接受的 都喜欢的 否则的话小朋友不喜欢吃 你做人没用 最重要的是家里的人一定要 大部分人有小朋友 所以一定要他们也喜欢吃 所以有甜甜的、酸酸的 又有牛肉果那种稠 那种很滑、很香的味道 没错 所以说到小朋友 麻烦我就看到刚才 旁边那一道五彩缤纷的那一道 所以那是什么菜 这个其实奶酪 奶酪 那个奶酪凳 我在冰箱放的奶酪 奶酪就对于益性菌 虽然我们身体经常有吃很多东西 我们要帮助烧化 所以奶酪是一个最健康的食品 西方人从小就吃到老 我们东方现在慢慢就习惯了 所以我觉得你去很多高档的酒店 五星的酒店 早餐一定有这个的 但是加上其他的南莓 草莓、南莓、黑莓、Cranberry 什么都放进去的话 又有各种各样的好处 因为呢 免疫力提升 免疫力 又有Antioxidant 矿氧化 什么都在这里 又帮助消化 又好看 又容易吃 老人家又容易吃下去 小朋友一岁6月8月也可以 就已经可以吃 是是是是 而且我知道我们东方人 亚洲人的体质有很多 喝牛奶 是直接喝牛奶的话 会很多不消化 所以要吃这个 因为那个消化的 因为这个已经 牛奶本身呢 有那个lactase 是 牛奶的糖 乳糖 我们呢 不能很多人尤其东方 包括我自己 都能喝牛奶的 但是我可以 吃酸乳酪 还有呢 酸奶也可以 真的是 我们东方人现在也有福音了 也可以吃乳制品了 是是是 所以麻烦 其他的那一道 那道汤是什么 我看满满的一碗 这个是清炖 紫鸡 肉猪 枸杞 人心 花旗生 香菇 香菇 圆肉 圆肉 跟那个 山药 全部在这里 清炖的鸡汤 已经数不清 心灵的鸡汤 身体的鸡汤 都很重要 因为呢 我们应该呢 每个国家 我好像刚刚说 很多国家 都有不同的鸡汤 其实呢 小时候妈妈 每个家庭的妈妈 或者 祖父母 一定呢 做鸡汤 给年轻人 或者小朋友吃 所以这个是西方人说那个 soul food 炖煮出来的 炖煮出来呢 就是等于慢煮 低温慢煮的好处就是 不会损坏的 影响的 那个原材料里面的 营养素 尤其是 有时候维生素 维生素 维生素 C 是很容易 一高温 就破坏了 所以我们呢 这个呢 低温慢煮的话 所以广东呢 很重视那个炖糖 哇 是 所以我听到 刚刚 妈妈有提到 就是低温慢煮 这个概念 对不对 因为我发现 很多西式的 高级的料理 现在也很注重 低温慢煮 是啊 所以呢 很多时候呢 你都知道呢 在高档的餐厅呢 它们有 sous vide sous vide就是 用很低温的水 将那个肉煮出来 慢慢煮出来 再煎一煎 这个又好看 又好吃 又嫩 还有呢 就是健康 是 是 所以这也算是 中西河壁的理念了 其实 在烹调上的理念 是 所以我们呢 要经常的 要以食俱进 市面上有什么 有什么新的东西 有什么新的原材料 对身体好的 因为从前呢 我长大的时候 在广州长大的时候 什么都没有 牛油果 有没有接触过 这个从来没有看过 有没有吃过 现在呢 我们身体 比过去更健康 是 所以我觉得 吃 很重要 饮食 习惯 生活的习惯 是包括 饮食的习惯 是 饮食习惯 很重要的 是 没错 饮食的习惯 还有哪些 其他的方面 马上觉得 除了 均衡的饮食之外 还有一个 什么样的 好的生活方式 还有什么 其他的方面呢 当然呢 我们呢 如果是 吃一点运动 都没有的话 都不能增加 那个血液的全环 还有心跳 这样呢 所以呢 我们要 年轻的时候 多一些 跑步 多一些运动 多一些运动 我呢 经常做那个 push up 俯二撑 俯二撑 还有呢 不停地这样 不停地这样 不停地动 难怪你的身材这么好 不停地动 所以很重要 所以呢 第一 不单只是吃 要很注意 是 也要运动 是 exercise diet and exercise 英语说吗 diet and exercise 这等于 我们呢 饮食的习惯 饮食 重要 但是呢 运动也很重要 你知道吗 因为健康呢 不单只是吃而已 还是能够 体能跟心态 整体的状况 一定要均衡 是 饮食均衡 有时呢 有时呢 我知道呢 很多朋友呢 去香港或者台湾 很多很多呢 素食呢 都很 现在很普遍 plant based 美国现在有了 impossible food 全部是 用植物 做出来的肉 是 因为呢 你们呢 很多时候呢 因为宗教的原因呢 很多人呢 都 只能吃素嘛 好不好 还有呢 有些女孩子 为了身材 有没有 也是啊 所以我觉得呢 吃素 有很多 好像 淡奶素 那个方便 一个素食 有些小孩子 不喜欢吃 吃那个青菜 所以呢 好像这个 如果他们不喜欢吃青菜 有这张青菜 跟那个水果 全部打在 藏在里面 那有 有 橄榄 有那个 雨衣橄榄 橄榄 有那个甜菜 跟 有那个 菠萝 有那个 雪梨 有苹果 什么都有 所以呢 小孩子呢 吃这个最好的 最健康的 还有呢 这里呢 有好处就是 越吃小 加工的食品 就越好 越是天然的 不食不吃 不鲜不吃 吃营养的 去 有机的 天然的 就最好的 尽量不要开 罐头啊 开那个 其他的 全部新鲜的 最重要 天然的食品 最重要的 是 是 是 这真的是一个 非常重要的概念 要吃天然 阴剂的食物 是 所以 马上 像现在这个季节 像过敏症 流行感冒 很多人都会这样 那 在这个季节 你觉得有哪一些 是当令的食物 能够帮助大家 来缓解这些症状 那 举个例给你 好 我们今天呢 吃那个蓝莓 就是 提升 一个免疫力 跟那个 矿氧化的 我们那个 水梨 那个水梨 那个水梨 南姓 北姓 是 水梨 这个也是帮助我们呢 那个提升我们的 清肺 清肺 是 解毒 解毒 平串 运慧 是 所以我觉得呢 是酸料很重要 好呢 什么时候 什么天气 什么柜节 吃什么 很重要 马上 说到 我看到你今天有好多道菜 还有一道粥在那边 粥呢 你知道有小朋友也可以吃粥 还有呢 老人渣也可以粥 一个好处就是 我呢 用剩下来的饭 来煮粥 剩下来的鸡 剁碎它 放进里面 全部用 你可能不知道怎么样 去处理的 食材 剩下来的食材 全部放进去 所以这个粥也很重要 是 因为呢 粥呢 一个好处就是 你先煮 这个汤 这个 这个全部可以预先做好 没错 一天之前做好 是 所以就很适合 现在的人 节奏又很快 工作 生活压力都很大 每天的堵车 我们住在这里 附近 哇 一天到晚都堵车 你住在洛杉矶 你住在吉加哥 你住在巴黎 你住在哪里 永远在路上 永远在路上 但回来这里呢 我们很多东西 已经做好了 这个做好 放在冰箱 这个做好 放在冰箱 这个做好 放在冰箱 全部可以放在冰箱 是 所以回来 翻页它 放在微波炉 或者什么 就立刻可以 这个可以冬 冬 冬 去品尝 或者是热 品尝都可以 是 所以马尔 如果说 很不幸 很不幸 我家里已经有人 比如说 我家里已经有人 已经感冒了 或者是因为 其他的一些不舒服 消化不好 那你有没有什么 这些菜应该都很适合 去给他们调理 对不对 其实呢 我上次跟你说过 我说 哎呀 我们家里有这个问题 又是冬天 冬天又干燥 又很多人咳嗽 又要孕肺 所以这个孕肺 这个是提升免疫力 提升那个 又帮助抗氧化 鸡呢 又鸡汤 又有营养 又有那个 又有男性 北性男性 食物这些都是有 对我们身体 有一点 好像中医 伤心的 有药效的 有药膳的 的好处 是 不是吃 好不好吃 这么简单 都跟药膳有 这个呢 每天都可以吃 是 一年到头都可以吃 是 当然是冬天 吃多一些 这一类的 对我们身体 特别的好 对 能够增强免疫力 是 所以到了春天的时候 也不怕了 是啊 因为呢 这个是帮助你 不但怎么办 帮助你消化 有时候呢 我们吃了太多东西 很利 吃了之后呢 通肠胃 是 这个肠胃的打扫肤 是 纤维素很多 早上起来 挪一挪动 这个这里 帮助消化 也很重要 我每天早上起来 就这样 还有这样 要这样 这是什么呢 因为这样呢 有伤风的时候 这个帮助消风 要越位在这里 还有呢 做这个 也帮助 帮助你 耳朵的 听力 有一些老人家 好吗 这个中医教我的 是中医的学位 因为这个呢 好像那个小朋友的 在 在 在 强宝里面 小宝里面 想让你看看 如果这样的话 就越位很多 很多越位 所以呢 最好就是 请教我们的医生 跟中医 请教专家 因为我不是专家 我是厨师 谦虚了 马尔恩 真的是谦虚了 今天真的是跟马尔恩 学到好多 包括一些食补 药膳 还有一些生活方式